國道上小客車車頭起火 消防隊到場趕緊不血腺灌救 把引擎蓋撬開 裡頭還殘存零星的火苗 但在五分鐘之內就順利撲滅 火失滅了 但大家都想問 駕駛是誰 等火滅了之後 我再叫你兒子跟你聯絡 看車子要過去哪裡 他就跑掉了 他就贏得交流道走 說要去找朋友 這沒二十五歲的駕駛 竟然丟下燃燒中的車輛 就這樣逃跑了 駕駛爸爸出面替兒子還家 趕上班要趕著 怕到 怕怕 因為他不曾怕 這個車子保養得很好 不知道怎麼怕到 但經過遠景初步了解駕駛 曾經有過酒家紀錄 是不是因為酒後才逃跑 目前警方還在調查 現在只能依照位移規定 擺放警示標誌 開罰一千五到三千元